救护车发生交通事故是实有耳闻 那么到底在马路上遇到了救护车的时候 该怎么样礼让才好呢 苗栗县消防局就教导民众方便快速记忆的口诀 一右二分三中空 也欲请民众多一点同理心 不要因为犹豫不决而耽误了黄金的救援时间 救护车驾驶为了争取到医院前的紧急救护黄金时间 提高伤病患存活率 往往直接反映在车速上 许多人听到救护车铭笛警报声 已经知道要先礼让救护车 但该怎么让救护车才能够快速通过呢 现在有个方便快速记忆的口诀 就是一右二分三中空 记住要诀 你假如是单一一个车道 我们就靠右边就好 那假如有两个车道的话 两个车道 那我开到右边我就靠右边 开左边我就靠左边 中间我们救护车就会行驶 那如果是比较大的马路有三个车道 那更容易 我们就右边靠右边 左边靠左边 那我们救护车就中间这样行驶 当然切记就不要紧张 无论起车或开车停等红灯时 若遇到救护车及时而来 原则上还是要礼让救护车优先通行 消防局建议民众 可以将双黄灯打开 缓慢通过停止线 并同时往右靠 让车辆协停 只要让救护车有足够空间通过就可以 千万不要直接穿越横向马路 万一遭到闯红跟照相 可以举证申诉 那交叉路口我们一样就靠右边就好 停车靠右边 那另外民众他怀疑说 那我假如 我假如让救护车 那我交通违规怎么办 那很简单 其实 其实我们路口都有牵制器 你假如因为 你让救护车而造成交通违规的话 我这可以申诉 那 那因为救护车是 比如说救护车是闯红灯 或因为要急救 稍微交通违规 那你们更可以举证 那我就是礼让救护车 所以跟民众宣打 消防局强调 依有二分三中空的口诀 在遇到消防车时也适用 同时呼吁民众 或是为礼让执行中的救护车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45条第二项规定 除了会被开罚3600元之外 还会吊销驾照